添加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隐藏 然后我们再来建我们最后一个东立面 在这里我们还是使用我们的一层平面 我们将一层平面取消隐藏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 一层平面和二层平面是没有进退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建 然后我们将二层平面进行一个隐藏 将我们的视图切换到我们的右视图 现在我们可以来建我们的最后一个面 东立面 在东立面上我们看到了有烟囱的位置 这个地方我们最后来绘制 现在我们先来绘制墙体最下面的这一块墙 在绘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保 我们的钩是在标准层零上面 所以我们把它勾上来 现在来进行创建 挤出240 现在我们来把它放好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上面的墙体的绘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 做到一起 将多余的点进行删除 然后进行窗洞 然后进行窗洞 绘制 绘制好之后 我们对它来进行一个挤出240 摆放位置 摆放好之后 对材质进行一个附加 我们先将下面的材质进行附加 自作的附加颜色 然后进行窗框的绘制 选择举形 添加可编辑样条线 辅置线段 进行扫描 确认正方体 输入数据60 对齐于墙体中心 附加材质 再来绘制我们的玻璃 对它进行挤出 结束5毫米 对位置进行一个摆放 对材质进行一个附加 做完一个窗子之后 我们可以对窗框和玻璃进行选中 然后乘组 相同的位置 我们可以进行复制 相同的就实列复制 在这边 我们也来复制一下 直接拷贝 来进行 调整 为局形 添加可编辑样条线 复制到这边 实列复制就可以 在最左边还有一个窗户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 复制好之后 我们现在 这边墙体 基本做好 做好之后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绘制这个烟囱 烟囱的绘制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画 剖面 然后画路径 来试取 来进行制作 因为烟囱的上面 有很多进退关系 有很多进退关系 我们在顶视图上 能看到它的一个 位置 的一个平面 首先 我们在右视图 对它进行一个 剖面的绘制 选择 线 来进行 勾画剖面 我们可以从中心 开始 找点 找好之后 烟囱的一个墙的厚度 应该和我们 地板的墙 是一样厚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将它的剖面 做到 一个 二百四的厚度 或者两百 我们想 这个点先移到最左边 然后往右 移一个两百 或者二百四 都行 我们直接移两百 画好剖面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 录制的绘画 来绘制一下路径 举行 在这里来绘制一下 它的路径 在这个地方 路径的绘制 我们还可以看看 二层平面 有没有更完整一点的 一层平面和二层平面 应该差不多 我们可以直接绘制就行了 我们选择路径 然后选择扫描 我们使用我们的自定义图形 打 点击 选择失去 我们来看一下 用里面 现在 我们需要的 有进退关系的 应该是 往外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 镜像 XZ组的镜像 镜像之后 大小不一 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 它的 点 这个 差不多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 然后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烟囱 也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它有很多光滑组 烟囱看起来 有一些阴影的部分 我们可以取消光滑组 现在 烟囱 我们就已经制作好了 烟囱制作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烟囱的一个材质 它是一个 砖 现在 我们可以将它 复制一个砖的材质 可以将我们的剖面 进行一个删除 做好了这个面之后 同样的 我们将它进行层组 层好组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动力面模型 对它添加进来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隐藏 都可以 我们四个例面 都已经建好之后 我们可以把四个例面 都一起取消隐藏 取消隐藏之后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 线 进行一个隐藏 Shift S 隐藏线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模型 下面的 已经基本建好 建好之后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有重面 在理事图上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CAD 和我们模型的一个 浇面的一个情况 在这里 它会有面的重叠 所以我们要对模型 进行一些调整 现在我们先将 蓝力面和C力面 孤立出来 将 它们重面的位置 进行一些调整 都把组给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先调整 其中一边 在底次图上 Shift S 取消线的隐藏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将这个点 推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上一点 推上去一点 同样的 下面的墙体也是 可以添加一个 可编辑样条线 调整一下点的位置 以后 我们做熟悉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做的时候 直接避开这个位置 做好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将它们的组 进行一个 关闭 然后我们的一一调整 每一个重面的地方 现在这个角已经调整好了 我们再来调整这个角 我们选择 西里面和北里面 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将它组 进行打开 Copan 选择墙体 推回到线的命令 推点 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选中下面的 墙体 推它的点 进行调整 调整好了之后 将组进行关闭 现在这个地方 就没有交叉的十字 我们再来调整 我们旁边的 这两面墙 选中它们 我的家Q 孤立出来 还是更改我们的 北里面 将组打开 调整点 调整点 选中下面的墙体 进行一个点的调整 进行一个点的调整 调整完了之后 它们现在没有重面 它们现在没有重面了 就行 对组进行一个 关闭 还有最后一个角 这两个里面 我的家Q 孤立出来 我们可以直接调整 我们的这一个 咳吻 臣 肌肉 在腿上 这一面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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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样条线的命令对点进行一个调整 Shift S 隐藏线现在四个角都已经没有重面了 没有重面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来绘制我们的楼板 楼板的绘制是绘制我们墙体的内圈的线条来进行勾勒 我们首先绘制我们的一层楼板 一层楼板的墙在看的时候要注意仔细看清楚 一层平面和二层平面不一样因为二层平面有阳台 绘制好一层平面的楼板之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楼板可以挤出150到200之间都行 往上走一点 然后对楼板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M 同样的输入一个楼板 再来点试图绘制我们的二楼的一个楼板 在绘制二楼板的时候我们要避开我们已有的阳台 因为阳台的楼板是我们已经绘制过的 现在我们来对二楼的楼板进行一个150的挤出 挤出之后放在我们楼板的位置 同样的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M 楼板做完之后我们还看到我们CAD上 在墙的中间有一圈腰线 这一圈腰线是围着我们外墙来走的 所以我们要在外墙上勾出这圈腰线 我们在CAD上也能看到有这一圈腰线 所以我们要进行勾 我们现在来勾一圈腰线 首先我们从墙体开始 我们直接来勾一下 在这就好 勾出了腰线之后 我们先勾出一圈线 F3 我们将线放到下面一点 好看 然后我们量一下这个腰线的一个 底列我们可以直接画一个矩形 来进行一个测量 150 150 那我们直接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扫描 150 150 扫描之后它的中心点的位置不对 我们可以调一下我们的九宫格 现在位置对了 对了之后我们就需要这样 放到我们的 CAD上面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在这里楼板这圈我们也要进行一个绘制 我们在楼板这边可以将点调过来 退回到线的命令 直接退到这边来 将这个点也移上来 一上来之后 我们将这两个点进行一个焊接 让它形成一个闭合的线 然后再来扫描 现在这里是交叉的图形 说明它们的点没焊接到一起 我们来重新再焊接一次 我们看看是不是没焊接到一起 如果没焊接到一起 这里的距离是因为这里的距离太小 我们可以将距离调整到50 再来焊接一次 现在来看一下 已经焊接上了 然后退回到扫描的命令 它现在是一圈闭合的线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圈线 上一个材质 用我们这个飘窗的板子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 白色的这圈线 我们将它做好 缩个眼皮 确定 刺・ダ